大家想到時尚秀 一定就會想到在米蘭舉辦對吧 但這一次呢 Prada 把時裝秀搬到了上海 這就是2020的春夏男裝秀 那麼這次特別邀請到了一位跨性別的模特兒 他叫做 娜塔利威斯特里 你看他的名字很特別喔 娜塔利威斯特里 他其實本來是一位女生 但是因為太渴望要當男生了 所以就稍微動了一些手術 他就變成了男兒生 他現在改名叫做 娜塔利威斯特里 所以這是他第一場以男兒生的身份 來走的時尚大秀 一起去看看 模特兒穿著西裝外套搭配極細短褲 不規則剪裁的設計挑戰傳統的身形感知 Prada 2020 春夏男裝 充滿科技 復古以及未來主義風格 以運動服為靈感設計的寬敞版無袖上衣 搭配由絲巾纏繞的景圈 凸顯整體造型 攝像機 卡帶等過時的科技產品 化身服飾上的印花 附合出懷舊趣味 由高彩度顏色 憑藉的襯衫充滿現代科技感 復古的保齡球衫和80年代風格的皮革運動包 也在伸展台上引人注目 不參加今年的米蘭南裝舟 Prada 把2020春夏系列男裝秀搬到上海 會場以藍光霓虹燈管布置 充滿未來感 設計師Mutra Prada 完轉Polo衫與吉西長褲 改造程度挑戰傳統 伸展台上值得注意的還有變性模特兒 內森 維斯特林 這也是他四個月前接受變性療程 成為男性之後的第一場男裝時裝秀 靠你得到 背景看 給大家看 分別人的 靠你 靠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